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卡 今天呢 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再跟大家讨论一些吧 前两年呢 埃德姆顿有一个流浪汉 他去世了 大概是46、47岁吧 他一直在埃德姆顿的 Downtown啊 就是城中心呢 去四处流浪嘛 为什么大家都记得他呢 因为他弹了一首好钢琴 在市政的有些地方 就是包括户外有钢琴 或者是人丢弃的钢琴 包括就是大的商业帽里也有钢琴 他兴致来了呢 就会弹一曲 弹得非常好 那他是什么人呢 实际啊 这个人 曾经是一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十多年前 一场车祸 夺去了他夫人和他孩子 大概是两个女孩还是一个女孩 同时都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从此呢 他开始消沉 他也不当他的教授了 他就是四处流浪 流浪到埃德姆顿呢 就隔点好像是一直在埃德姆顿流浪了 前两年有一天他终于死去了 其实这个故事很让人唏嘘 而且埃德姆顿人呢 是记住他的 给他去献花啊 而且登了报纸 就是埃德姆顿人记住了这个流浪汉 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 这故事实际很让人悲催人 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受啊 但是就是我想说这个事儿 从而讨论人到底是分几级 哪分等 因为好多人说啊 你是几等几等人 你到哪儿了就是几等几等人 我想说的是呢 那你到底是几等人呢 你真的把自己定成几等人呢 这是你定的事儿吗 一个人啊 真的是 真的是不管你是流浪汉 你还是教授 我觉得在精神上 而且如果要是不低头的话 那我们都是平视的 你真的比他高吗 你真的比人教授 当然教授是一个音乐教授 他都弹了一首好高旗 但从这个位置上 他应该是不错吧 有些人如果看着他 啊教授什么的 就是安正常评 要说不错了 但是他一下又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我很理解他 其实 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好男人 因为这个残酷的生活打击了他 我估计可能在精神上 他都受了非常非常重创 他只能靠流浪 靠酗酒 来减轻生活 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我觉得他内心可能都想尽快地去天堂 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相会 他终于有一天 他是实际跟他的孩子 和他的妻子相会了 我想说的是呢 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很 就是不管什么省部级啊 或者什么不分级吗 是私局级啊 如果他到了那个位置 他肯定不会认为他是多么高的 他肯定拼命地想融入这个社会 更何况如果一个人学识非常渊博 他肯定会认为自己很渺小 真的不是什么多高档的人 正是那些不学无数的人 才觉得自己是多么高档 什么人分档 越是无知 越是平庸的人 越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其实不管是哪一等 只要是你自食其力 快快乐乐的生活 谁在乎那狗屁档次啊 档次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正当你有了那个档次 说句实话啊 我没有那个档次 但是我相信高处不胜寒 那没到那个档次 或者是平庸的人 他觉得哎 一人之上 把别人都踩到脚底下 其实这样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有更高的发展 和更高的档次啊 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小故事 我真心希望啊 大家忘掉这个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不管是 我是一个小商人啊 是个工人 是个农民 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我努力把我自己的家过好 照顾好媳妇孩子 照顾好父母 快快乐乐的生活 这是几档啊 我觉得这是最高档 还有什么档次比这更高的呢 即便是你家 家衬万贯 你也不一定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然这不是中别人 当然越多钱越好啊 但是真的钱是无边的 也不是万能的 金钱可以解决很多事 而且我们生活需要金钱 但是当金钱到了一定的富足时候 它只是一个数 它真的决定不了什么了 大家生活压力都挺大 我觉得每个人普通生活都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苦中作乐 我们不要去想 自己给自己添烦 哎 你几档 他几档 你低贱 他高贵 谁也不是贵族 他国家真的没什么贵族 就是有贵族 真正贵族 贵族提倡的也是平等 而且呢 是自我牺牲 是大爱 今天就跟大家白话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老卡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提供